全球新冠肺炎病例升行突破100万大关 超过5.5万人病死 重灾区美国单日录得2万宗假新症 累计超过25.5万人染病和6000多人死亡 正在东岸的纽约州已有10万人中招 当地公共卫生政策有望出现重大变化 白宫将呼吁外出时戴布口罩或以维根遮挡面部 目前美国有超过25.5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超过6500人死亡 重灾区纽约州确诊病例超过10万宗 其中近乎3000人病死 这个意味着美国患者人数占全球25% 而全球的10个患者来自纽约州 华盛顿邮报报道 根据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建议的报告 民众应该戴上布口罩 作为预防病毒传播的另一道公共卫生措施 避免将病毒传给身边的人 白宫匿名官员其后向美媒澄清 口罩指引目前针对国内高度社区传播的地区 根据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现行的指引 除非患病或者照顾患者 否则健康人士无需配戴口罩 但华盛顿邮报道 就用中心在给予白宫的备忘录 和建议报告 表明越来越多的症状显示 没有病征教患者传播病毒 再加上国内广泛社区传播 建议民众还是应该配戴口罩 建议报告表明 绝非要求民众使用N95或外科口罩 但他们必须留给前线医护人员 又指布口罩并非保护用家 只在防止用家向他人播毒 不过就用中心的备忘录承认 由于美国和亚洲的文化有差异 美国民众不接受广泛使用口罩 天下为时编辑报道